小伙伴们注意看 当玩家点击启动喷气背包 此时背上喷气背包的蛋仔 就会飞到蛋仔岛的天空中 但是喷气背包有一个缺点 当它的燃料释放完毕以后 飞在天空中的蛋仔 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所有的道具 都不能把蛋仔永远地固定在天空中 错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道具 它可以把蛋仔永远固定在天空中 你们难道不好奇 这个能把蛋仔固定在天空中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的天空 非常的美随处可见天空中的云朵 如果你也喜欢美丽蛋仔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就算乘坐蛋仔岛中的飞机载具 也是不能永远被固定在天空中的飞机 它也会累 它会落在地面建筑物的楼顶上 露台上休息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能把蛋仔永远固定在蛋仔岛天空中 不会掉下来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的商店中 发现了这个恐怖道具 它就是喜洋洋丢出的黑色炸弹 小伙伴们仔细看灰太郎 被喜洋洋丢出的黑色炸弹 直接炸飞到了天空中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灰太郎被炸飞到天空中 以后再也就没有掉下来 它被固定在了蛋仔岛的天空中 所以很显然 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黑色炸弹道具 当它在蛋仔岛炸中蛋仔后 被炸中的蛋仔 会被固定到天空中 不会再下来 而这个道具 就是喜洋洋丢出的黑色炸弹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